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咒头戏就是在第二次 马英九要参加党团的会议 而且上一次江仪化在 这一次江仪化不在 可是马英九会在 他会讲什么呢 今天已经释放出消息 有人说他会不会来请辞党主席 我跟你说这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就说团结 而且要革新 而且要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但是报告马总统 您现在就看到的 连中国时报今天都讲 你是所谓的一个总统在对抗全民 事实上你只有9%而已 你这样子对抗有用吗 今天我们要讲 后天开始约谈的 就是现在今天鞠躬道歉的 也就是洪从燕 但是我们要讲警方 如果说你说洪从燕是主谋 那就是太便宜行事了 或许有人讲说洪从燕在现场 他有在维持秩序 他有拿大声工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谁拿大声工 谁就是主谋吗 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是这样子办案子的吗 而且现在要来赶快进行大约谈 可是希望不要秋后算账 而且是乱算一通 当然有人讲军要成死 成不得不死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你这个话来对这个 黄生勇警察局长说 你就一间扛了吧 你讲还有用 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来说 你今天要讲说洪从燕你扛了吧 或者是林非凡 318就算是你头上 你扛了吧 这有可能吗 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刚刚一个最新的这个状况 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大约谈要救马英九 怎么说大约谈救马英九呢 你可以看到这几波当中 包括318的立院 包括324的行政院 包括了411的为中正一分局 整个大约谈的最新的动作 就是在后天 后天要约谈的是洪从燕 他说他有拿大声工啊 呛方仰宁啊 所以就是他吗 是这样子吗 你当然要查清楚啊 可是你看哈 当时的网友为中正一 PTT的发起人是叫米达麦亚 米达麦亚你找不到 你就便宜行事说 啊不我就找你洪从燕好了 那你算你算吗 就是这样 那不可以这样 还有看到呢 在大后天 也就是418 你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五话约谈 有两位 一位呢 就是当时跟政院当中的邀西 另外就是辅大教授梅兴怡 他是不是有拿到所谓的公文 他说他的公文 只是说行政院叫人家去打卡的 这就是偷拍公文吗 好 他们两个被约谈 那么另外还有个约谈的呢 就是呢 在这里面下个礼拜会约谈的 就是应该就是凡婷两人了 林飞凡跟陈维婷 他们都会面对在立法院当中的约谈 不过讲到这个要来救马英九 马英九啊 礼拜四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说约谈这个红丛燕的那天 他要到中年院 大家就说我们要来个如影随形 又要来呛响 但是不论如何 大家讲到 这整个的内容 包括了发动现场监听的 这个听的内容的部分呢 有人就说啊 这整个的驱离公投盟的 这个引武者到底是谁呢 引武者是谁 我们讲说 你现在就是黄局长来认了 可是黄局长呢 是王卓军的人马升官很快 2010年到12年的时候呢 是主命升副署长 2011年的时候是升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所以你升官快 今天就叫你认了 是这样子吗 另外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 大家说真的是这个太阳花 向日葵给了他启发 您可以看到的太阳花的效应 在今天闪辞的就是呢 黄安杰 黄安杰他是智邦的董事长 黄安杰说太阳花的学运 给他辞去智邦董事长的勇气 他说我们这一代的人 又创造了什么 留给年轻人呢 将由专业人士来接棒 希望能够世代交替 而另一方面 林飞凡讲到这个他要北上 北上来接受询问吗 今天在台南市 吃肉粽 还有这些人要去上 他又吃什么 吃肉粽 吃碗粿 实在是很好吃 但是这个启发 林飞凡启发了黄董事长 但是我们要看看 有没有启发到江仪化跟马英九总统呢 还是他们两个 不管怎么样 人家黄董事长也许人家说 经营的可能是有一些 好像发展没有像之前那么好 所以他说 我交给年轻人吧 他被启发了 但是马总统呢 民调再低 我说到脱裤 我都把裤子拉住 我打死不肯把裤子掉下来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今天新闻重点呢 就是两大重点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来看到的 这么一个 马英九今天 他等一下就会到这个 党团大会当中来作证 上一次是在4月7号 上一次他不是还讲得很大声说 哎呀 这个学生要退了嘛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什么的 可是今天他还要到现场 他是要来故庄 他就是表达说 我不会退 另外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大约谈的动作 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好我们先看到的 在今天呢 这整个的大约谈的这个动作 刚刚已经讲到了 第一波就是红重燕 而在今天红重燕 我们要看他现身了 但是今天可能很多人 有不同的意见了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有人说 红重燕你就是到现场啊 你又拿了一个大声工啊 你不是主谋 谁是主谋 但是我要讲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小姐嘛 今天棒打出头鸟 你红重燕在现场 我就认为 你就是主谋者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吗 当然不可以这样 你可以看到411的围警案 现在收到了一个消息说 好像国民党 希望用这个事件来扩大 然后希望能够 让国民党的民调 再往上升 因为最新的民调 昨天台湾指标民调出来 等一下我们会看 国民党的不满意度 有减少 民进党的不满意度 增加了7% 所以他们就觉得 哦对对对 大家可能是反对 这个包围警 所以我们赶快来操作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来看到的 希望这个国民党 民进党都不用来操作什么的 事实归事实 有网友跟我讲说 哎亚晴姐 你说包围 其实不能说包围 他是按照集会游行法 他是去游行 他没有包围 他没有包围 好我们就来看影带 他到底是怎么样 洪崇燕最下子 他就变成是什么 替死鬼 他一共是有什么罪呢 如果说拒重妨碍公务罪7年 污入公务员工署罪6个月 拒重不为令解散3年 还有恐吓危险安全罪是2年 但是我们来看到他今天现身 他今天现身是帮蔡丁贵 这个公投盟 来讲相关的这个路权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现身的这个地方 他就说当时5点半的时候 那一天他是有人 一早的时候就有人 网路上就有人在召集了 可是的确他5点半 是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蔡丁贵在医院当中 他没有去找他 他是一个学生自发的记者会 然后6点钟群众自发的路过 路过之后他记者会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群众再来 他是自己留下来 留下来维持秩序 他说他愿意承担这个刑责 因为他要凸显极有法的荒谬 对不起 他对于方局长的失言 他90度的鞠躬道歉 而且说亲自要到分局当中来道歉 可是他说 如果你要我交出首谋是谁 我就是说 首谋就是方仰宁 首谋就是马政府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事件的发展 今天说真的第一波约谈的 就是洪崇燕 洪崇燕一开始很多人 不管蓝绿都骂他说 你是小孬孬啊 你在那边搞什么啊 搞得让人家学运狗尾絮雕 好好的学运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讲的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公投盟的路权的问题 学院的完美结束 并不表示他永远是完美 也许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要每一步的都来面对 不是吗 你来看到他这里 首谋是谁 最早八点钟就由 米达麦亚的发起 竟然是找不到 采访通知是他发的 但是其他人不是他召集的 他在原地还曾经叫大家说 不要太激动 还维持秩序 所以讲了半天 真的就是他来当替死鬼吗 这跟魏阳像不像呢 所以魏阳的妈妈就说 不要再玩指控首谋的这种游戏了 真的是无聊 我们今天就来看到 在今天的这个现场 就是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洪琼燕出来鞠躬了 我们要讲的是 他就算拿大升功 他就算是念到了大学五年 还没有毕业 你都不能够说 当时就是他是主谋 为什么 当然你要看证据啊 我们的报道 对不起 对不起这三个字 那跟方阳林局长不太一样 他没有说出这三个字 90度鞠躬道歉 台大升洪崇燕 为411包围中正一分局的暗杀说 正式向分局长方阳林 坦诚失言三度道歉 只是被警方列为首谋的他 才刚说完话 马上话风一转 将包围的首谋 指向马政府跟方阳林 如果有首谋 如果非得要找一个首谋的话 那就是这个 那就是方阳林局长 那就是中正一分局 就是这个马政府 以及他底下的行政机关 用非常粗暴恶劣 违法违宪 违背民意的方式 在对待人民 果然就在洪崇燕 又道歉又批判的同时 台北市刑大根据411 当晚搜证颖带 在17号以妨害公务 侮辱公署等罪 约谈洪崇燕 另外也会在第二波 约谈行动中 要求当晚在墙上 留下记录的喷漆男 出面厘清案情 或许洪崇燕早知道 南逃法律制裁 赶紧利用机会 还原411当天的暗杀说 强调不是威胁 而是陈述事实 为失言风波收尾 就怕风波波及家人 甚至抹杀诉求 记者中文报道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连线 这个连线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今天 国民党的党团大会登场了 那您可以看到 这个登场的部分 今天稍早的时候 在这个中山汇报 马英九总统已经讲说 就是团结了 就是要拉拢年轻世代 我跟你说马总统 你说这都吹麻 全部没用 你今天如果说起床 我跟你说我若是年轻人 我不能算年轻人 我今天如果没有房子 我还没有结婚 你盖房子让我一瓶十万买得到 我跟你讲 我绝对把票投给你 你就是做不到嘛 你看到财团就腿软嘛 你竟然跟我们讲了半天 做什么 马总统你只会讲说 没有加薪是因为财团赚不够 然后你现在要来拉拢世代交替 我告诉你 年轻人早把你淘汰掉了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今天下午的这个中山会议 中山汇报当中 喊话大团结 我们请摄影大哥拍这一块 我们本来是印中版 它印成小的 所以我们要稍微这样子 目前是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刻 面对年底的七合一 我们要团结 共渡难关 启动党务改革 加强跟年轻人沟通 检讨要深入坦白 不要虚应故事 我告诉你马总统刚刚讲的 你讲的都对 你就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团结共渡难关 有吗 你跟王金平有团结吗 启动党务改革 你有吗 你当了多久的党主席 你本来说 总统不要兼党主席 你兼了党主席 你有改革吗 还有加强跟年轻人沟通 请问你有吗 这个整个内阁当中 不是太后就是爷们 谁改革啊 还有检讨要深入坦白 你根本又不深入又不坦白 还有不虚应故事 我跟你讲 从头到尾 国民党以马总统 马首实战 都在虚应故事 我们现在去看看 像今天这个晚会 今天这个所谓的党团大会 第二次马英九总统坐镇 但是第二次 还是没有邀王金平 所以你讲好的团结 在哪里呢 人家民进党敢这个 涌退 苏贞昌不管怎么样 敢这样子做 你马总统敢不敢 你马总统敢不敢 我们看以下的画面 好 您看到的就是在今天 国民党的党团大会 六点钟召开 仍然没有邀请王金平 那么当然他也不会 让我们进去采访 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 稍早进去的这个画面而已 所以你真的能够深切检讨吗 今天可以说真的都变成了 一言堂 好 我们讲到的一言堂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知道 马英九总统 平常在开会的时候 他喜欢记笔记 那么甚至有人在脸书上面爆料说 他梦见马总统在私底下开会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让人家有任何的评论 然后就说这个不用讨论 就这么决定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还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蓝莹之间 互相之间的要来进行逼宫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逼宫的这个动作 先有什么呢 先有这个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 是不是崩解 本来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要来进行的 就是兵推 那兵推呢 这次很特别的 是金普聪有参与兵推 那么马英九呢 明天会进驻到恒山指挥所 可是去年搭云报 被认为两手 两手不是空空 两手甩来甩去 非常的好像没有很严格 被讲了 就是说今年我不做兵推 我做兵推 我不做云报了 可是大家要说 今年有金小刀到现场 就算是明天的 这整个维安的车辆 没有云报 马总统也挡不住 大家逼宫的这个火力 怎么讲呢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立委罗淑雷就说 罗淑雷就说 希望马英九 不要再兼党主席 以免拖累了国民党 你看他这样子讲 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这里面 应该是怎么讲 如果马英九总统 因此而高兴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昨天公布的 台湾指标民调 其实是民进党 跌破眼镜的落后 可是是落后什么 你看执政党满意度 满意度是13.6% 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不满意度是 些微的降低 76.5% 可是他们说 跌破眼镜的是 民进党 民进党 你看民进党 竟然好感度 跌了3.9% 反感度增加了7% 为什么 因为学生都不想 跟你在一起 学生都觉得 你只会挂头 不然 你也同样 你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 你赶快去当门神而已 所以苏貞昌 是不是因为这样下台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反对党 做到让人家失望 也不是今天这个事情 可是国民党的好感 有人说是 危机意识的凝结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是危机意识的凝结 但是我们要看到 在今天 还有人加薪 这个人是谁 就是郝龙斌 郝龙斌说 我要加薪 上次我加了 对不对 一小时是133块 不再只是市政府的员工 包括跟我们包案子的 这些临时供货 委外人员都有 所以再加3000个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可是他漏了线了 就是他现场的 这个 讲简报的内容 怎么郝龙斌跟欧巴马 还有跟安倍晋三摆在一起 原来他说 我这个加薪 我临时供加薪 时薪133 我现在是有扩大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可是当你想当安倍的时候 安倍没有办法否决 可是郝龙斌今天被一个人修理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李慧仁 李慧仁就说 整个的事情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讲清楚 到底是谁下令的 到底郝龙斌 是不是小闹闹 李慧仁导演讲的可是非常之严厉 我们来看看今天 蓝营朱立伦怎么讲 朱立伦说 本来就该世代交替嘛 胡志强怎么讲呢 我们的报道 你怎么看待后面这张照片 哪张照片 后面这张 郝龙斌好奇转过头 这时媒体已经笑成一团 这张照片 有什么问题吗 不好意思 照片我做的啦 没有投载有主应该找我 原来是蒋嘉欣 但把欧巴马安倍晋三 和郝龙斌并列 任谁都会联想 企图心还真强啊 只是一听到世代交替 郝龙斌就谨慎得多 党主席是最近才刚选过 所以这是由党员一票 一票选出来的党主席 所以短期之内 我想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没有各方面的争议 其实重点还是 你有历练 你有表现 自然就会能够有发挥的机会 如果这个做好的话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慢慢慢慢人才出来 就算身为终生代代表之一 郝龙斌轻描 就怕又挑起敏感 逼宫议题 另一位等着接班的朱立伦 也开出第一枪 任何一个政党的世代交替 是必然的 是第一个年轻世代 赶快把工作做好 准备好 那将来才有接班的可能 国民党可能六都的潜在候选人 可能相对民进党都年轻很多 生怕民进党的风暴 也让蓝营人心浮动 当家的马主席 决定展开党内大改革 锁定组织文宣新媒体等方向 被认为是回应外界压力 但比起民进党大明大放 国民党对世代交替这议题 还是小心翼翼 记得中央报道 好我们还要看到 在今天大家说吃的问题很重要 不过说到了什么 林毅雄 林毅雄他开始要进食反核四 时间就在4月22号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说法 可是大家就觉得说 学运才刚刚落幕 4月10号下来 411又包围中正一分局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后天 417又要开始约谈 然后422又有林毅雄的事情 5月1号又有劳动党的来上街头 这事情是有刷不刷 我跟你说实在是很难刷 为什么 这就是靠我们执政者 能不能好好处理 你不好好处理 不是一个学运结束就结束了 讲到这个 我们来看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 福贸啊 学运的问题 没有人注意到吃的吗 你可以看到这个吃的问题 难道我们的卫福部都没事情吗 你不觉得很奇怪 虽然这是在新北市发生 我就说 我都吃这吃七碗 我现在就说 我早知道 我就吃一碗就好 我吃七碗吃这些 你看这里面怎么会这样子 预期的酱料 炒米粉 这个我就要吃炒米粉 还有油饭 那到底是怎样 你看这张3月27号的时候 新北的卫生局 鸡茶啦 吃七碗 那时候新闻都没出来 我不知道 他就说 他的领料啦 配料啦 制令单 有问题嘛 那有什么问题 原来就是有一种 使用了两公斤的预期酱料 这个酱料叫 一百克 不是一拉克 是一百克 它是杀菌用的 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那他用这个来炒 炒完以后 有13匹的米粉 相当于3035公斤啊 结果2000多公斤 到传统市场 不知道哪里去 不知道啊 1000多公斤是在全联 全联就全面下降 我觉得这个事情 很奇怪 就是说 你是3月27号的事情 你都跟我们讲啊 没有跟我们讲啊 今天我们才知道啊 今天都已经 多久以后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才知道说 4月10几号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个问题 原因第一个 你成分不实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不实 都没讲 你就说成分不实 然后就罚24万 我们无从判断 它是什么成分不实啊 是猪肉变鸡肉 还是鸡肉变马肉 我不知道啊 他都没有讲 第二个 使用预期的添加物 前面有说 然后呢 他说 我告诉你要来下架 你不下架 所以我就罚你156万 然后稽查不合格 还有规避追查 还有没有通知厂商下架 这些就十几万 60万 十几万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说 这整个3月27号就知道 怎么到现在才知道 全部罚264万 你说全部罚264万 算不算多 乍听之下 好像是多 可是你要想 17万是谁在吃 17万 跟我们讲过去的 很有名的一些油饭 或米粉 都是非常知名 我们在坐月子 坐完月子以后 送给人家的米月油饭 或者是说 也会有孕妇 也会吃嘛 你这样子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 蛮夸张的呢 那再来看到 他们过去有真产之说 1986年的时候 当时是哥哥 李东元来创立的 然后呢 他的弟弟李垂心 跟一个当时他的女朋友 不是老婆的女朋友 你说是小三 也可以 总之他结婚了 又离婚了 那离婚以后呢 大哥哥哥就告他说 你不能够用 17万这个名 他说好了 我就改成吃7万 其实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知道 原本的是 17万 是一个口在一个假 讲了这么多历史 我要讲的是说 17万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可以用那种什么 叫做100克 来炒米粉 我们看看今天 整个下架 还有追查 门市正常营业 这里是知名油饭业者 贾清瓦的总公司 现在却被新北市卫生局查出 炒米粉 竟然用了过期的调味料 那我们可以枯算在 传统市场的部分 是2010公斤 那传统市场 因为都是当天供应 当天铺货 所以另外在供应到 大卖场的这个部分 大概有1000公斤左右 从3月21号到29号这段时间 总共生产 3035公斤的炒米粉 都是使用过期的 食品添加物100克 鸡刹员将一箱箱 刚制作完成的炒米粉 风箱尽售 而且不止这样 贾清瓦的工厂环境 也让人不敢恭维 烹调区还有蟑螂 地板破水 积水 伸手使的砧板 也交叠的一个摆放 容易有一个交叉污染的情形 卫生局要求限期改善 工厂不但态度恶劣 不配合 还提供错误资料 同时在约谈的时候 贾清瓦也没有在第一时间 提供正确的讯息 资料也前后有不一致的一个情形 第一时间我们自己 也还在查证当中 在查证 它必须要找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是在 不是故意的疏失之下犯了错误 查出有使用到预期 原料这个部分 就已立即要求 贾清瓦食品呢 必须立即向下游通路商要求下架 但是 加一食品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要求厂商进行下架的一个动作 下午我在三点多 我就立即 与全联的采购通知 做第一时间的下架跟报废的动作 卫生局认定业者态度不佳 以一罪一罚加重处分 开出264万元的罚单 贾清瓦紧急出面澄清 道歉鞠躬 试图设下停损点 但品质控管出现严重瑕疵 还是重伤老招牌的形象 记者中文报道 好我们看到吃的问题 大家还说 那么到底这整个的学运之后 后学运时期发生了什么大状况 有人讲说苏贞昌真的是中箭落马 中了谁的箭 不知道是哪个后裔的箭 但是他不选党主席了 马总统现在念姿在姿 还是要把住他的位置 他难道不在乎大家民众的感受吗 回到这里我们讲大约坛来救马 能不能够救得了马 第一个 第一炮就是洪崇燕 你可以看到洪崇燕 现在大家就说 他是主谋 他是主谋 但是我们要看到那天 到底还有谁呢 我们看到了 有个喷漆二人组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当时就是在 唯中正一分局 我必须要更正 因为网友跟我讲 你不能讲唯 人家只是到现场没有唯 唯是法官的用词 没错 我们到时候看他有没有唯 但是他们是聚集在现场 这个地方 动用了20台的DV搜证 有三台的监视器 结果发现有一名 红衣背心男 他是用手肘顶着警方的胸部 这是妨碍公务罪一年 另外呢 喷漆二人组 灰帽梯跟黑衣的 一个是呢 在那边喷 一个在那边在补那个字 他们两个呢 是破坏公署的罪 是六个月 最快是16号就会寒送 好 讲到这个 那么我们再说 那到底林飞凡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其实林飞凡 他现在呢 人稍早的时候 是在台南 我们刚才就说 他是吃好吃的东西 他也说 四代交替 不要讲四代交替 不一定是四代交替 他觉得要对台湾 有什么样一个贡献 可是你看看林飞凡 我们请赛大哥 遵命一点 他有六个罪 被认为是立院的首谋 陈维廷呢 他现在是五个罪 然后刚刚说的 红重燕呢 是七个罪 是411 在中正一分局的首谋 讲到这个 我们就先来看到林飞凡 林飞凡 今天如果我身上 有他那么多罪 我都还压力很大 可是今天现场 真的很跳通 很多师奶都 你就是烟豆 你有到烟豆 是这有到烟豆 真的他们讲的 我们看看 招牌灰梯 黄薛牛仔裤 俐落短发 凡神降临 走进小吃店 点得从小吃到大的 挖柜肉掌 高受身影 眼尖民众立刻发现 林飞凡 如同大明星被团团包围 合照签名 来者不拒 自然救了 自然救了 你要走了 上班了 不好意思 快崇拜他了 对现代的年轻人 很改观的 就是因为他 我们从小都叫帅哥 我们很少都叫林子 老板娘猛喊帅 林飞凡魅力席卷台南老家 不过说到红重燕 包围中正一分局 失言立刻收起笑容 应该对他今天的这样子的态度 跟他的道歉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肯定他 当时候片面撤除 这个共同盟集会游行申请 长久禁止他们申请的权利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危险 立挺战友到底 而学运后续也早就开始行动 5月1号的那个劳工节大游行 那我想我们干部们都会参加 这个两岸协议的部分 两岸协议的监督 那还有包含说 这个现在正在谈的资金区 跟这个货帽 劳动节将再次集结 学运告一段落 但过程一幕幕忘不掉 林飞凡在脸书上分享了这首歌 追 自理行间肯定青年人撒热血 林飞凡把歌曲po在脸书上 或许是希望有更多人 为捍卫民主站出来 只是学运期间 占领立法院24天 秋后算账蠢蠢欲动 警方将依照妨碍公务等罪嫌 最快下周对林飞凡 陈维廷等十多人 寄出约谈通知书 记得杨州民皇 要命王淑宏 SH小组台南报道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呢 大家说要约谈 是不是抓所谓的替死鬼 可是呢 什么叫做如子牛 什么叫做替死鬼 这个在今天我也才学到 才学到什么呢 原来就是在今天 这个谢长廷啊 他讲出来说 甘为如子牛 甘为如子牛呢 这个毛泽东 也曾经这样子说过 谢长廷他就讲 引用在脸书上说 横眉冷队千夫指 俯首甘为如子牛 终身带有好的人选跟点字 我甘为如子牛 全力支持 我就说 哇哇哩哩 我批啊 我没有 我以前独理组 我不知道什么叫如子牛 赶快去找了一下资料 原来在这里 鲁迅 鲁迅他曾经 在自嘲这个诗当中 他就讲到如子牛这些 他如子是小孩子 如子牛是小牛 他从广州到上海的时候 被批评的义无事处 他就抒发了心境 就有用这句话 而毛泽东在民国31年的时候 他在延安 他也讲过 因为那时候 他还没有窃取大陆成功 可能觉得他那时候 是转进到延安 大家都说他败退 输给国民党 他转进到延安 他说 一切共产党员 英学鲁迅的榜样 做无产阶级 跟人民大众的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毛泽东 他过去是当过老师 我没有办法来批评他 但是我们还又找了一下 结果人家更早是在左转 原来在左转 埃公六年当中写 骑警公 趴地扮牛 不惜扯断牙齿 豆乐柚子茶 他喜欢这个茶 后来这个公子茶 就接他的位置 不过这个公子茶 就被杀害了 就说不能够 是念图 对 我以为他打错 对不起图 我以为是茶茶夫人 没有 好不要解释 图 公子图 那他就是在这里面 惨召杀害 所以有人就讲说 到底怎么回事 骑警公就说 我回到家里 愿意当这个小孩子的牛 被他玩 表示父母对子女的溺爱 那今天我们就要问一下 谢长廷 谢前院长 你是引用毛泽东说的牺牲呢 还是引用骑警公说的 给子女当牛玩呢 但是你讲到 如果说今天被大家批评的 是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讲到是不是有逼退 苏贞昌的这个部分呢 那当然了 大家就讲说 是不是真正 来作为自笔 骑警公 甘为如子牛 运牺牲 牙断的 就是谢长廷 好 讲到这个 不过我们要讲的是 现在的牺牲 真的还蛮大 包括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民调 最新的这个民调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在这里面 是什么 这一块 我们请看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 再专门一点 就是这个整个的 民调的当中呢 可以说在之前 在之前 318学运之前呢 那柯文哲跟丁守中是差不多 我们就比丁守中来讲 因为在之后呢 丁守中突然之间 可以说是大胜了柯文哲 大概是25%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 那柯文哲今天是很轻松讲说 他说 哎呀 我我觉得这个民调 参考一下就好了 我不相信了 但不论如何 赵天龄算不算是 这整个民进党 所谓的斗争版 或者是改革党当中的 如子牛呢 他算不算里面的 方养宁呢 也就是说 人不是一台的 他就要说 人是我台的 人是我做的 命令是我下的 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看看 柯文哲今天 赶回到台北了 第一印象就是 他两个很深的酒窝 那个时候 不约而同打出夫人牌 连胜文丁守中竞争白热化 根据苹果最新民调 两个人互相比较 丁守中只落后连胜文 三个百分点 是两人差距最近的一次 要是把台大医师柯文哲 拉进来 进行对比式民调 柯文哲这回 竟然没有一面 连胜文多了 柯文哲12个百分点 丁守中更是大胜 柯文哲超过25个百分点 对比式的民调 不会灌票 是蓝绿各自回归 这个本位 当蓝绿对决的这个时候 那最能够吸收 中间选民的又会大胜 那按照王业立教授讲的话 丁守中是最能够 吸收中间选民的 这个胜算也最高 民调逆转胜 丁守中嗨到嘴角 忍不住上扬 毕竟旋运爆发前 柯文哲可是三人中 民调人气最旺的 怎么这下反备 后来居上 激情过后总是要沉淀 大家就开始在质疑 他的能力 跟他检验 他所讲过的话 他就是发生了 这个边际效应 旋运由于 这个媒体的关注焦点转移 好 我们看到的 在今天的这个部分 但是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看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什么 就是血色满月 什么是血色满月呢 这个月亮当中 怎么会有血色呢 还有我们要来看到的 今天有人送床垫 到了立法院 搞了半天 远景还在立法院当中 我们让地图告诉大家 到底蔡丁贵他们人在哪里 然后远景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 在今天还要来告诉您的 就是讲到了 您可以看到的 黄国昌到大陆去 是不是有所谓的罗生门 到底是人家有没有邀请 还是官方有没有施压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 今天晚上 王金平还是没有参加党团的会议 马英九总统到底要说什么呢 以及告诉您的 蓝营整个可以说呢 一下子加薪 一下子逼宫 真的是逼宫连连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看到今天的新闻 跟金城武演的孔明有什么关系 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 还要来看到的 跟太阳花照妖镜有什么关系 不过 我们要讲的照妖镜 不是讲丙中歌哦 那是谁呢 我们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要讲呢 今天晚上对于马总统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 因为他今天呢 第二度的又来坐证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立院党团的晚会 大家说做什么呢 上一次不就是同一时间 然后学生从立院退场了吗 这一次呢 他要讲的是什么 人家民进党都在改革 你国民党是在冲出来 你到底要不要选举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联合晚报的头版 讲到的就是马正面迎战蔡英文 我真的要讲 人家正面迎战蔡英文是什么呢 民进党当中 至少苏贞昌 谢长廷会让蔡英文出来 可是我们要看到 国民党里面 真的让国民党的支持者 会失望的是 马英九呢 又霸着位子不让 王金平也卡在立法院 两个人到底要怎么办 两个人到底要不要团结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上 这个所谓的正面迎战呢 我们要看 马总统先战胜自己再说吧 今天呢 可以说在下午的时候 一点钟 中山汇报 中山汇报 他已经先喊了一个话 我们请摄影大哥看这块 你可以看到 他目前是国民党 最艰困的时刻 面对年底的七合一 要团结 共度难关 而且要跟年轻人沟通 而且要深入坦白 不要虚应故事 可是你看 他要求什么 他要求秘书长曾永泉 两个礼拜之内 提出改革方案 我真的觉得 我们台湾真的是 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算很多学者不高兴 我要讲 我们真的要学者误国 我们现在的政府里面 都是博士 都是学者 他只会写paper 你就是这种 我讲卡销 可以讲吗 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在学校 只有你做错什么事情 反正什么 老是就说你写报告 我们就回家 写报告 电脑贴一贴 就交了 就是这样子 你写报告 可以解决问题 早在陈冲的时候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你国民党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今天又叫曾永泉 写报告 我投给你剁 他才不会自己写 他觉得叫别人贴一贴 搞不成又像那个时候 刘亦如旧的报告 一年前的东西 被拿出来 你信不信 你看他这里讲说什么 文宣反应慢 缺乏创新 你今天才知道 新媒体 不能够掌握话题趋势 缺乏人才技术 错了 你不是缺乏人才 你根本缺乏脑子 你根本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还有组织 地方首长参与党务低 应酬多 年轻人难出头 这是事实 可是问题是我还记得 我不是特别要讲 我们的交通部长叶匡时 叶匡时那时候 你不是跟辣妹辣妈一起唱歌吗 你唱歌你也是升官 而且我今天还要讲一句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今天雅琴姐要讲了 因为已经讲了很久了 对不对 不是说4月1号开始 我们那个ETC ETC可以说免手续费 免掉5块手续费 这个都跳票 所以你交通部根本管不了财团 你还要说什么呢 再来看到领导力 就是大叔 哎呀 马王关系紧奔 马总统也知道 还有中央决策 受地方首长的质疑 这是事实 还有跟立委缺乏凝聚力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事实 你要党务检讨的四大困境 你可以检讨 但是你会做到吗 那您可以看到在今天 你今天这个 所谓的国民党团 你就是不邀王金平 这说得过去吗 你在9月政争之后 就不邀王金平了 你这样子根本就讲一套 说一套嘛 那你看到林洪池啊 这个礼拜呢 程序委员会的赵伟 好 这个今天最新的内容 开会出来了 就说 江仪化终于可以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不用哦 不用受到大家杯葛 可以呢 来总咨询了 所以护航成功啊 他在这个礼拜五当中呢 蓝比 十比六银 所以江仪化可以去报告 我们讲到的 就是现在的国民党这个态势 其实哦 我觉得国民党好不好 民进党好不好 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哦 好死不死 是国民党执政啊 他很乱的时候 我实在的均重了 今天又有新闻说 大家赶快把 这个繁庭找回来好了 这是一个哭手说 台北股市哦 之前都是 人家说 没有学运 台北股市至少上九千点 结果他们两个一出立法院之后 哇 这股市一直往下跌 他们说 哪个善心人士 赶快去把繁庭两个人找进去 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 人家才不要当你的什么 如子牛 人家还要被约谈 对不对 进立法院还要被约谈 那我们现在讲马总统的问题在哪里 你笔上不足 笔下呢 你也笔不足啊 你看看苏贞昌 苏贞昌他可以这样子说 他认为退出离开才是最好的方法 马总统就打死不松手 一支原子笔都要拿回家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哦 谢小宁说 甘为如子牛 我们刚讲到甘为如子牛 甘为小孩子的牛 也可以讲说甘为牺牲了 可是呢 这一句话真的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 你在外面 千夫所指骂我 我的眼睛就横着 嗯 忍住 好 俯首甘为如子牛 我就是甘愿这样子 做一个牺牲 但是呢 如子牛 很多人解释 你不要骂我 国文造诣 因为我们今天查了非常多 有共产党毛泽东版本 有左转版本 总之如子牛 你可以说小孩子的牛 你也可以说 如子是人民 人民的牛 你也可以说 是小牛 就是牺牲品 要被宰的牛 不管怎么样 各自的版本都有 总之是一个牺牲 但是我们要讲 当年毛泽东 在转进到延安的时候 人家讲过这句话 横眉冷对千夫指 然后再来呢 就是 这个 俯首甘为如子牛 但是我们要问马总统 马总统 如果你不甘为如子牛 你可不可以甘为如子马 这是亚勤姐讲的 因为我没有学 我还是要讲 我学理主的 所以我对于这个果文 可以做一些改变 大家不要骂我 但是我们要讲呢 苏贞昌现在都蹲了 马总统 什么时候你才蹲啊 我觉得要马总统 蹲很难 因为他只有看到财团 才会蹲 他说不加薪 因为企业赚钱不够 所以好 你不蹲可以 我们现在来个逼宫如何 逼宫 今天我看到一个报纸 我真的觉得很讶异 我以为我看错了 这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 写这么大一篇 他说马英九 是强辩巨妥协 马党政崩盘 然后在这里还用了一个 很像苹果那种 好像很那种 CUSO的那种示意图 我就觉得说 中国时报 他写了这个内容 就讲到说 为什么这样 十二年国教 党内的领导地位 威望受影响 等等 就有一个很大的 反马的能量 然后你这个不处理的话 百年老店 如果再这样子 继续自我感觉良好 无视问题的贞结的话 你真的就会失了民心 这只是迟早的事 而且他说这次的学运 并不是林飞凡 他们多受欢迎 是因为大家反马的能量 已经聚集到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是什么呢 像是 九帕总统与民作对吗 从大普到 和四到 红仲秋到 低星到 学运 总爆发 您觉得 是不是呢 我感觉 这个有道理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那马总统 现在怎么迎战 还有很多人 要做 替死鬼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在立法院 还有很多警察在那里 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我就近看管立法院 还是要就近看管蔡丁贵 还是要就近看管王津平呢 这真的是很敏感的一个事情 学生都测了 怎么搞得警察还没有测呢 但是大家就说 是不是蔡丁贵讲说 我两个礼拜之后 我用推斗机来推立院 但是你看他现在说 一方面在里面是王津平 在外面是王卓军 警方就是不测 你看一下这个门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在过去两个礼拜 看了很多次 这个我们都就 好像自己的房间都很熟 对吧 这是侧门 侧门济南路 上次主舞台在这里 这是议场 议场出来大门是在中山南路 但是我们知道公投盟 他们之前的路权 是在济南路 但是他们目前集会是在中山南路 所以我们就看到 警方怎么讲 王卓军说 警政署保六保五保二 支援三百警力 轮流站岗一班十二小时 我就想了 这个保五保六 他不是归台北市警察局管的 他是归警政署管的 所以当时下令的时候 怎么会说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黄申勇下令 难道王卓军没下令吗 这是我的疑问 然后你再看看 我们这警察很可怜 真的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你看看我们这些 真的看得很难忍心 睡在地上 同学睡在地上 大家还会给他笑笑 你看警察睡在地上 我感觉很可怜 睡在走廊上 所以今天军方说 好啦我赶快给你这个什么床 可是你知道这个床 隔了多久才拿来 五十个野战气垫床 我想请问三百个警察轮流 我不知道一次多少人 请问一下五十个床够吗 然后呢 王金平到底要不要让这个位置 让这个蔡丁贵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 请森林大哥开一块 他之前的这个陆权 是在围墙之外 他想要进到这个广场 广场是围墙之内 那属于立法院 到底他可不可以进去 所以这里面的时间 就是要他开放的 立法院前门的这个广场 就要看王金平的这个态度了 可是我们要说的 接下来的事情真的是不少 警察同仁们 哥哥或者是叔叔 或者是伯伯辛苦了 因为四一七 马总统 哎 又要去曾延延演讲 人家黑三军又要去呛嘛 警察要去吗 当然是要去 后天就要约谈 红重燕了 那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情形 警方还在立法院当中 他真的能够化解掉 整个紧张的情势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这个现场呢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这个立法院 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警察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可不可以请警政署 不要让他们再继续 在立法院了 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 文明的方法 这样子 正常的人 不生病都会生病啊 让他这样就会自己 缓缓地冲气冲起来 那如果速度 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 30套气垫床 送到立法院中心大楼 使用时 只要将前方气垫扭打开 5分钟内 就会自动充气 在走廊上 这个歪歪斜斜 这样子睡着 这个我们看了很心痛 国防部这个 很爽快就大意了 当然警政署 可能有一些考量 还这个考虑了一阵子 这个终于说 那就先这个送30个来 刚刚立法院 太阳花学云都已经落落 不过远警支援没有喊咖 五六名远警 早上累到直接睡在地上 有人扑着勃勃的纸板 有警察就私下感慨 自己好像游民一样 而目前立法院及桌兵 远警大约200到300名 国防部送暖 运篮气垫床 但警政署先前 怎么都没有想到 要增加远警设备 整个立法院的一个状况 是非常的拥挤 并没有让我们能够 摆到这些设备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回到保一 或者是保二 或其他住地都有可以睡的地方 国防部承诺 不管警政署需要多少组气垫床 未来都可以提供支援 不过太阳花学运已经落幕 学生退出一场 立法院依旧有大批警力助手 警方体力到了临界点 但政府一天没有面对 解决争议 却害得第一线的远景 疲于奔命 记者综合报导 而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 如果说现在为了要救马 我们看到兵分多路 兵分多路是什么 一个赶快来分散注意力 大约谈 另外一个把所有跟马英九有关的 江英华有关都把它切切切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吞不吞的下去 你吞不吞呢 今天真的很多人要讲说 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 实在是吞不下去 就是说这个罪是你的 你认不认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呢 411当时在中正一分局的时候 现在警方呢 让人相当失望 就抓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最方便的 我们不是当警察都会抓 我们就到立法院看看 或在警察局前面 谁拿着一个麦克风 谁拿着一个大声 人就是一 这人就是谁 红重燕 红重燕 红重燕呢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呢 一个人因为在现场主动的 你不管他是要面子 或者是强出头 不管是什么 他在现场 他就要负起这么多的罪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是不够民主 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 他说 他当时如果你要追 所谓的造成的主谋者是谁 我们看看这句 他先道歉 对方养宁道歉 但是主谋的 请森林大哥遵命这里 你可以看到他说 411包围警局的首谋 他认为就是方养宁 就是马政府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 怎么会有50万的黑山军 怎么会有人抗议 你当时如果没有把 蔡丁贵的路权 给永久取消 他们怎么会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警察是不是不想办下去 我就说 警察真的办不出来吗 当时8点 早上8点就有人网路号召了 那我们知道 红丛燕 他是5点半才发采访通知 所以他是主谋吗 那米达麦雅 到底跟红丛燕什么关系 你不能说我找不到他 我就找你 你比较衰 我就找你认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魏杨的妈妈说 你不能够再玩 这种指控首谋的游戏了 而且话说回来 今天呢 这个红丛燕讲的 有一点也对 他说 其实现在的集会游刑法 有关于突发的部分 你需要事先许可 这个呢 已经证定是违宪 在明年的1月1号就失效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警方 包括了中正一分局 不止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他都把它拿出来说 哦 你违反 你违反 所以我就要来找走首谋 找首谋 你就要负责 比如说呢 立法院的首谋 就是说左撇子男 就是林非凡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324 324行政院 就是魏杨 然后呢 这个411 就是你红丛燕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从后天开始的大约谈 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红丛燕 17号先是他 然后下个礼拜就是这两位 也就是呢 林非凡跟陈维廷 他们都要来约谈 甚至还包括了 当时进到里面的 有邀西 还有这个辅大教授 梅兴仪 全部都在约谈的名单当中 真的是这样子 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们就来看看红丛燕 他今天鞠躬道歉 但是 他说他不是主谋 我们也希望警方能够抓出 除了拿大僧功之外 真正的主谋是谁啊 如果有首谋 如果非得要找一个首谋的话 那就是这个 那就是方阳明局长 那就是中正一分局 就是这个马政府 以及他底下的行政机关 用非常粗暴 恶劣 违法违宪 违背民意的方式 在对待人民 好 我们再看到这个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官字两张口 你怎么说都可以 可是马英九总统 如果要救自己的话 绝对不是说 这么单纯的说 我第一次来参加 这个党团会议 我今天再来作证 党团会议 我就可以按乃住 所有大家的反弹 然后我就可以稳当 做我的这个总统兼党主席 然后让立法院 所有的东西都通过 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样来讲 这个新闻 大家看一看 我先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福茂2.0 不是感冒药 他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谈 这个自经区要开放土地 你知道吗 这个噩梦啊 自经区会再次的出现 怎么讲呢 就像大浦案 你的地会被抢走 原来呢 第一波的圈地运动 就是自经区的条例草案 这个自经条例草案在哪里呢 我们请zoom到这边 这个字比较小 他就是说 利用既有的园区来取得 或者是第二个 新设土地为示范区 大家就说你应该用既有的园区 你新设土地 那你现在的文字管你又不管啊 这里面面积是多少 有自由贸易港区 还有农业科技园区 还有科学园区 加工出口区 面积是三个台北市 然后前台大教授呢 谢志成就说 除非你现有园区使用率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你没有道理在开放别的园区啊 然后徐世荣 就上次大浦案的徐世荣教授 他说政府要扶烂进行土地征收 必须要剔除征收的规定 否则的话 你这样子的话不行啊 然后管中民被大家在公厅会轰了以后 他说既有土地为主啦 心设增加弹性 他会沿你大幅的限缩 避免土地被炒作 所以你来看到这个大浦的噩梦 你现在在告上一个自经区的帽子 大家以后我看上了你这块地 我就把你的地要过来 就像大浦案一样 我想请问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是不可以 可是官字两张口 为什么呢 不是说你说了算 他很爱吃啊 他什么都要吃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说 那马英九今天 他又去国民党的党团会议当中 上次也没有邀请王金平 这次也没有 他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你来看看在这里面 就是看到这个施政满意度的这个部分 他看一下好像 哎呦好像有机可胜 民进党反而不满意的增加了7% 然后呢 国民党的好感增加了3.8% 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 是趁胜追击的这个时候 可是你看看 马总统今天晚上的重点 想要沟通王金平的党籍案吗 是要对王金平又下手吗 还是讨论服贸协议 两岸监督条例呢 我们知道现在最新的状况 就是两岸监督条例卡在立法院当中 是不是到这个礼拜五的院会 或者是拖到5月2号才会解决 马总统当然不愿意他一直拖下去 可是有没有解呢 这解铃还是蓄铃人呢 就是马英九总统本身 我们最担心就是 最后变成只立法不审查 到时候服贸协议呢 没有办法通过 对我们影响很大 既然是逐条审查 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 他可以提出修正动议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表决嘛 立法院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看大家的意见嘛 而我们说 这个太阳花真的是一个照妖镜 我刚讲说照妖镜照什么呢 比如说太阳花之后的翻红篇 包括我们看到谁翻红 我真的觉得这个丙中歌也翻红 除了梵婷之外丙中歌也翻红 还有丁守中也翻红 再来看到太阳花的翻黑篇 您当然可以看到 马英九苏贞昌 柯文哲民调调那么多 真的很奇怪 白狼也说 你一个大哥级的人士 去跟人家小朋友计较什么 然后你再看到今天的报纸写 这一次改革真的抓到核心了吗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 没关系 他又说双英战到2016 真的吗 你如果2014国民党选败了 你马总统还可以当党主席吗 我们要来看到 讲到双英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跟王金平是很麻吉的 应该讲说 至少没有像跟马总统 那么的距离感吧 这个是在2012年7月13号的时候 曾经王金平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被人家离奇曝光 那个时候还用一个很奇怪的手法说 有人不知道是谁的车子 拍到了po上去 赫然发现说 原来那个就是王金平的车子 你记得这个事件吧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在现在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是不是所谓的谁拿大声工 谁就是主谋 我们要讲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魏阳呢 当时也被说是主谋 就魏阳他不是啊 比如说在这里白狼呢 他有拿麦克风啊 比如说方阳宁呢 他也有拿麦克风啊 那谁要扛呢 还有柯文哲 他也有拿麦克风啊 但是我说柯文哲讲了一句话说 废物利用是还不错 我就不知道他讲的废物利用 讲的到底是谁啦 总之今天魏阳的妈妈说 他有被恐吓 他有被恐吓 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讲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其实年代有报是觉得 不需要又这样子恐吓 尤其你又在文字上 说人家会恨死街头啦 满门操展啦 这些话其实说起来 都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之惊悚的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来看看 台湾现在已经被统一了吗 我为什么这样讲 这是财政部的一个官方的 一个算是有官股的一个公司 他热烈欢迎啊 厦门市委统战部 等等等等等等 利临参访 所以大家说 你稍微遮掩一下都不行吗 罗生门 罗生门在于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说 是学生派这一派 跟我们现在马政府这一派 在跟大陆进行 所谓的关系的角力 大陆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马英九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的确是要来想想看 年轻的台湾人 到底在想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本来昨天传出的 黄国昌被约谈的罗生门嘛 那罗生门呢 在这里面呢 原来他自曝 4月13号自曝受邀 到冀门论坛 结果在4月14号晚上 马上就有 就有这个中国时报访问说 根本没有约他 然后负责学者又说 哦你的攻击性太强 你怎么可以变政治炒作 可是呢 黄国昌说 email还在我的电脑里 可能另有原因 可能压力太大 所以没有吧 不知道是建光寺 还是登陆交流 因此破局 但是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 本来破局的 现在恢复了 今天林中森呢 他就到大陆去 率堂到大陆 云南跟山东 而陈德明会在现场来接待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 他本来是受阻 本来3月23号 后来是喊咖 变成这样子嘛 那我们说取消的有什么 331 福建省委书记参访团 会不会恢复呢 观望的是在4月中旬 也就是张志军 要来台湾的这个部分 到底会不会来呢 5月还有江苏团 河南团 所以后太阳花时期 是什么变化 很受瞩目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的 就是这个 应该讲他250吧 就在台湾这个情形啊 政府部门接待 瓜路官方 你再怎么样 也要稍微稍微的注意一下 要不让人家觉得 实在是好像统战部长 都写出来了呢 观望之后回来 我们进一步要来看到的 就是郝龙斌今天说 加薪 但是钱从哪来 马上回来 你知道什么叫雪色满月 他们说在北美地区看得到 你可以看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讲说 这是一种月时嘛 历史上 大概出现大事件 就是雪色满月 好 我们来看到 等一下190年代眼报 文英跟世杰要来看到的 就是 红重燕 今天道歉 再轰 马江方 锁定年代眼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